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带娃连周转 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当时看着一度不受控制的体重以及胶着的时间 无奈之下我开始了五点半早起 哪成想这一坚持就是三年 早起两个半小时 健身 读书和做早餐 每天雷打不动是三十分钟的运动 大概花了不到半年时间 体重就降回了九十六斤左右 维稳了体重之后 我近期已经把总是拖延的阅读计划 置顶到了早起后的第一项 早上半小时 睡前半小时 自媒体和品牌运营离不开大量的知识输入 现阶段的我迫切的需要通过阅读来不断的补给充实自己 所以早起的根本是要知道你自己起来干什么 有明确的目标才有起床的动力 好了 先来打个叉拆一下包裹 这个是国货之光的腮红 非常的适合黄皮 六十多块钱的电热睫毛夹 真的可以让你的睫毛超级卷翘 群里小伙伴推荐的书收到了 这两本杂志呢 是按约定的 一个是关于生活家居的安迪 一个是关于品牌设计的brand 可以提高你的审美和品味 这个夜下包呢 我选了一个特别适合点亮冬日的黄色 入了新的卫衣 这个是给唐小弟买的新台灯 晚上给他试试看 好了 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 培养微习惯 咱们设立好大目标之后呢 就要开始拆解小目标 比如一年读完50本书 拆分下来就是一个月至少读4本 每周一本 那么我每天要保持至少一个小时 于是这个宏大的计划呢 就落回到了一天一小时 现实生活中 我很难拿出整整一小时来读书 于是又拆解成了早上半小时和晚上半小时 我常常跟唐小弟讲 一天读5小时书并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 哪怕每天15分钟 但是你可以坚持读5年 陪伴孩子阅读也是一样 我现在呢 每天和花花读两本书 大概是20分钟 一年下来的阅读书目也可以达到600多本 微习惯的潜台词呢 就是很小的一个动作 看似很简单 很容易完成 于是大概率就可以坚持下来 定期的复盘习惯积累 你会发现自己竟然完成了一个里程碑 早起让我在妈妈和职场女性之外 寻找到了精进自己的黄金时间 早起的两小时和睡前的半小时 好好利用起来制定计划 拆解目标 细化到微习惯 差距都在细节里 拓宽你的舒适区 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的本乎